各位朋友大家好 各位主人的自己弟兄姊妹平安大家好 我是王浩然 我是王牧师 欢迎你来到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 那么呢 我现在正在讲一个系列 这就是说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那么很多人 对圣经很感兴趣 然后呢 也平常呢 圣经因为太后 很多人也堵不了 堵了以后因为不太了解 圣经的背景 然后呢 也不太容易理解圣经 有不少弟兄姊妹呢 在这个教会里 有很多的年份 也学习圣经 因为圣经呢 它确实涉及的内容 是相当的多复杂 也不是太容易懂的 到底圣经讲的什么呢 我想呢 是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 那么呢 我几年来啊 一直在做祷告 希望呢 神能够赐个我智慧 然后呢 让我完成这项工作 那么前几天呢 然后我就下定了决心 然后祷告神 那么呢 我准备呢 把这个圣经 到底讲的什么呢 分成五十讲 给大家呢 做一个概括 奉献给神 求神悦纳 也希望 那个我们现在的朋友们呢 还有我们有机会 看到这个频道 和这个节目的呢 朋友们 弟兄姊妹啊 能够把这个内容呢 转发出去 我会尽心尽力 以爱神的这个 这个心思意念啊 然后这个传福音啊 这个扩展神的国度的观念 然后呢 奉献给神 也求大家为我祷告 一同来成就这项事工 求神悦纳 好 那么呢 我那个已经讲过 是十二讲了 OK 那这个讲了十三讲了 那十三讲了呢 前面的十讲 我就不再服输了 OK 但是呢 这个后面的前三讲 我想给大家复述一下 了解一下 那么最近讲的 这个前面三讲呢 这是圣经讲的什么呢 是国家要实行法治 公民要有信仰 OK 有道德 有文化 遵纪守法 服从权柄 那么这里的信仰 并不是共产主义啊 什么民主制度啊 这里的信仰 指的是信真神 也就是信 三位一体的 圣经讲里的真神 好不好 耶稣 还有 那么我们要纪念约节 OK 牢记神的拯救和恩典 那么呢 这个呢 对我们华人啊 十分重要 对吧 对我们书上 我们要特别了解这个 还有呢 那么圣经也要告诉 他们讲的什么呢 是神掌管历史 不管是过去 现在和未来 都在神的掌控之中 都在神的掌控之中 那么了解这些呢 认识这些呢 对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很有意义的 OK 开阔你的眼界啊 然后呢 做我们当做的事情 让我们人生 丰富多彩 更有意义 更有价值 好不好 那么呢 我们今天呢 给大家讲的是 神的选民 OK 以色列人的历史 是人类历史的样板 和重要组成部分 神 圣经到底讲的什么呢 它非常重要的内容 整本圣经 从创世纪 一直到启示录 都是记载的 以色列人 他们的 写这个圣经的 绝大部分 都是以色列人 都是以色列人 那么这里面 实际上它是 神的 神的圣经讲的 它又讲的 到底有什么呢 就是神的选民 以色列人 犹太人 它的历史 是人类历史的样板 和重要组成部分 OK 那么呢 那么你 如果你翻开圣经的话 它是第一章 第一卷书叫 创世纪 第一卷书叫 创世纪 那第二卷书呢 就是这个 出埃及纪 然后呢 这个 立位纪啊 民宿纪啊 然后那个 讲的是 生命纪啊 前面这个 都是讲的 以色列人 他们的 远古的历史 远古的历史 然后后面呢 又会讲的是 这个 这个 约书亚纪 是吧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列王纪 是吧 这个 历代之上 历代之下 是吧 这个 方方面的 还有后面的话 有些先知书啊 还有诗篇的 还有什么 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东西啊 那么呢 里面涉及到的 很重要的部分呢 就是讲的历史书 历史书 那么这是 这些历史呢 那是记载了 以色列人的历史 那么 同这个旧约 它最后完了 完了以后 那后面呢 就开始了新约 那么这个旧约呢 一共是39卷书 39卷书 那么呢 这个到新约呢 一共是27卷书 那么旧约和新约呢 之间呢 就是一个分水岭 那么 这也是 以色列人 他们两个 完全不同的时代 那么前面这个时代 就是弥赛亚诞生 以前的时代 那么后面这个 耶稣诞生以后 那就是这个 就是弥赛亚诞生 以后的时代 弥赛亚诞生 那么这个呢 他们的这个 整个的历史呢 都一同来构成了 这个 以色列人 他们的历史 而这个 这个旧约的历史呢 可以说是纯粹的 完全的是 以色列人的历史 而 后面的这个 这个 因为福音传到了 全世界 那么是犹太人 这个 耶稣基督 他的教会 然后呢 是传到了全世界 那么这个呢 这个 这个后 这个新约的历史呢 也成为世界史 大家听明白了啊 旧约的历史 是犹太人的历史 而 我们现在这个 新约的历史 也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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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人的历史 而且表现 这个新约 他传的时候 那是 他写这个新约 最后一卷 启示录的时候 是吧 那到那截止 前面这个时间 有相当一部分 还是犹太人 但是当时的时候 已经把福音 传到了外邦 传到了罗马 这个 这个基督教啊 最后定 定为 这本圣经 定为66卷书 前面 29卷 后面 27卷 特别是这27卷 是在罗马 帝国的时候 也就是公元 公元三世纪 三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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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时候 也开了会议啊 定好了 这本圣经 就是66卷 那么这个 这个呢 犹太人呢 他这个神的 他告诉我们 这个神的选民 他们的历史呢 是人类历史的样板 和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首先看一下 为什么他说 是人类历史的样板 那么人类 在地球上 现在有70个人 那么有多少个民族呢 OK 我知道的 这个圣经 已经翻译上 2000多种语言 新约 那么至少应该说 不同的民族 说不同的话的话 世界上也有 2000多个民族 OK 那么这两个 这些民族呢 那么中国就是有 这个 是60几个 这个民族 是吧 是60多个 60多个民族 那么 这个 在这个 这么多民族当中啊 那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国家 都有自己的历史 那么你可以发现 你要做一些研究的话 你会发现 很多国家历史 它是零碎的 然后不齐全的 OK 有的国家历史很短 OK 你看啊 加拿大历史 对吧 150年 是不是 美国历史 200多年 是不是 欧洲古老的国家 对 他们历史多远 1000多年 是不是 那只有像 这个 古印度 古希腊 古印度 古希腊 古代 中国 是吧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 就是说 一直在这个区域 然后 遗留 传下来 这个燕黄子孙 这个文化 那么 以色列人的历史 他从这个远古的时候 开始 对不对 如果你再翻过来 看一下 以色列 这个创世纪 摩西写的这个 创世纪 这第一章 第一节 他就特别告诉你 他说 七初神创 神造天地 神创造天地 地上的灵 空 地上空虚混沌 圆面黑暗 神的灵 运行在水上 他一句最主要 最重要 整本圣经 他叙述 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 他从开天逼地开始 从开天逼地开始 尽且把他这个书呢 不仅是我们现在这个 罗马帝国的时候 把他改成六十九卷 那前面三十九卷 就是犹太人用的圣经 这个六十九 那么 所以呢 这个 以色列 他这个历史呢 是完整 准确 可靠 延续 延续 他有 这个作为一个历史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完整的 非常非常完整的 那么从这个 这个 以色列历史啊 从最早的时候 那么 摩西他写这个 写这个 摩西五经啊 写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 那么从亚当夏娃开始写 那个时候 他没有具体的时间 没有具体的时间 到底亚当夏娃是哪年哪月 被创造的 他没有写 他没有写那个 但是后面 在这个圣经里 特别提到的人物 是吧 亚当夏娃的后代 做一个租长 OK 当时在一个部落里 一个租里 当了租 租长呢 那就是亚伯拉罕 OK 那么亚伯拉罕 被 被犹太人 甚至穆斯林啊 穆斯林啊 伊斯兰啊 他们都称为 他们的父 都称为他们的父 因为在他前面 记载不是太详细 不太详细 那么呢 亚伯拉罕 对不对 他是 他是这个 他是什么时候呢 对不对 那么至少呢 在这个 开始在公元前 2215年 到公元前的 2040年 这个时候的人 OK 那么在亚伯拉罕 前面有很多年呢 是吧 有很多年了 所以呢 那么犹太人的历史呢 他后面 对不对 等亚伯拉罕以后 那么亚伯拉罕 再有摩西他们 再有摩西 摩西呢 他是到 从埃及 把那个 维奴的 400年的埃及 维奴的犹太人 神让他 带着他们 出埃及 然后过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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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旷野流荡 然后呢 再过红海 最后到迦南 是吧 到了迦南以后 才有这个 约书亚纪 摩西的助手 约书亚 成为 成为他们的首领 然后带着他们 开发这个迦南 是吧 他进入一个 逝世的时代 那个时候没有国 他说 地上没 他说那个国家 没有王 那个时候没有王 没人带着 就一阵子一阵子 一阵一阵的 一会儿换个这个 一会儿换那个 是吧 那么最后扫罗 他们 他们需要有一个王 像周围的国家一样 才有个王 才有了扫罗这个王 对吧 可是这个扫罗呢 长得很英俊 是不是 这个扫罗呢 他要建立自己 这个 这个 凭着这个自己的 这个力量 去建立这个国 对不对 那么最后呢 神 他不是神 说喜爱的王 那最后换上了大卫 OK 大卫才所罗门 那所罗门以后 慢慢 这个国家 这个他们的圣殿 给拆毁了 他们被撸了 走了 南国和北 北国啊 北国啊 北国灭 南国也灭 最后呢 那么 以色列就亡国了 OK 亡了国以后 最后 他们要重新回来 建自己的圣殿 但是也没有建计 自己的国 OK 那么最后 那么直到 最近到 1948年 以色列才复国 OK 以色列才复国 所以呢 那么整个 以色列呢 那他这个历史呢 就是一个 这个什么呢 那么被神所创造 对不对 然后呢 人呢 在地上 这个 这个最早创造的人 在伊甸园 这个这个国 最早的时候 在伊甸园里犯了罪 对 那么被主出伊甸园 是吧 然后被主出伊甸园以后 他们要繁衍生子 OK 那第一次 有这个该隐 去杀自己的弟弟 是吧 杀自己的弟弟 然后再繁衍 那从部落 啊 蒋玉选租长 神与他立约 啊 与亚伯汉立约 然后与摩西欧立约 是吧 对摩西欧立约 那么神赐给他们律法 对 他们呢 就是建立自己的王国 对 犹太人的国家 对不对 那么这个犹太人的国家 那么最后呢 是吧 然后灭了 灭了以后 他们都散了 OK 到巴比伦 是吧 对不对 这些人散居到世界各地 但是这些 由他们虽然没有自己的独立的国家了 但是那么在 在罗马帝国啊 在其他国家的这个统治之下 还可以自己治理自己的地盘 那这个这个人 那么在这个时候 他们就寻求一位能够拯救他们的救世主的诞生 救世主的诞生 那么寻求救世主的诞生 那么神就把他的独生子耶稣派到地上来 是吧 派到地上来 那么呢 耶稣就说天国尽了 你们要悔改 耶稣自己主动要接受受洗 接受约翰的死 对不对 那么耶稣呢 他就受了试探 指引 他就在地上做宣教的工作 然后他建立他的教会 建立他的教会 那么最后呢 这个培养了他这个 拣选了12个使徒 然后有的使徒还背叛了他 是吧 那么这使徒呢 又他有那么多门徒 那这使徒被等耶稣基督 那么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历史的关键点 对吧 就是整个犹太人 就是一个受难的 受难的历史 他们被拣选的历史 对 他们那个被蒙 被蒙拯救的历史 他也是一个悔改的历史 对吧 一个悔改的历史 每当他们悔改的时候 神就就给奖赏他们 是吧 就奖赏他们 那么呢 把福赐给他们 但是那一旦被命的时候 神就惩罚他们 那就惩罚他们 所以他们的历史啊 就是这样 就是这么个历史 那最后呢 还是神的一点 把弥赛亚派到地上 来拯救他们 可是他们自己 很多犹太人又不认识 等他们不认识的时候 那么神就把这个福音 传到全世界去 OK 也就是把这个福音 传到外邦去 有这位救世主 拯救了你呢 耶稣 他传的就是 爱 传的是宽恕 对不对 传的是悔改 传的是悔改 所以呢 他把这个福音传出来 那么 就是传遍了全世界 那么把这个 谁呢 他传遍了全世界 那么就传遍了 包括美国 欧洲 美洲 亚洲 所以整个人类的文明 就是近代文明史 特别是这个 这个马丁路德和加尔文 改教以来 那么 那么突进了 这个整个的 这个文艺复兴 然后这个资本主义社会 工业革命 资本主义社会 并不是一个坏事 它是代表了勤奋 社会的合理化 所以 尤其美国建立了 这个 他们这个 这个 这个 从欧洲来的清教徒 他们的方丁法典 是建国 国父们 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国家制度 然后呢 这个 然后呢 把建立了世界上 第一个 真正的民主国家 那么现在呢 从最早的 一个民主国家 发展了 十个 几十个 上百个 最后 全世界现在 大部分 我们称为民主国家 其实是神志的 法治国家 神志的法治国家 那么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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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利 这个历史呢 那么就成为啊 它是一个 非常人类 这个历史的一个样板 那么人类历史 就是一个 有很多的苦难 然后在这个苦难中 寻求神 神就给你 就 就 那个 这个 顺服神 神呢 就给你赐予恩典 神就拯救你 OK 那么呢 一旦你不顺服神的时候 那么神呢 就惩罚你 对吧 就惩罚你 我们现在很多国家 很多民族 也不明白这个道理 对 人定胜天 真的是不能胜天 搞很多的水利工程 我们也搞了三峡 是吧 结果怎么样 是吧 OK 啊 你现在地震呢 然后这个生态破坏啊 然后这个 很多这个灾难啊 贫乏 更是更贫乏 是吧 对不对 那么呢 我们这个大自然 不能随便改变了 那么人类呢 现在这个北冰洋啊 这个南北 南极 北极 北极啊 南极啊 它冰都在融化 OK 都是人类呢 然后 没有按照神的旨意 然后呢 这个体贴自己的肉体 无限度的开发 燃烧的化石燃料 是吧 那在很简短的时间 几十年 不到一百年的时间 就把整个地球上的生态给改了 OK 所以呢 这个历史呢 这个人类的历史啊 对不对 是我们必须遵守神的旨意 是吧 他们整个 伊斯利人的历史呢 都教导我们 必须遵守神的旨意 如果你不遵守神的旨意 一定会受到惩罚 OK 所以伊斯利历史呢 它这个 它可以简单分成 就是说 弥赛亚将士以前 弥赛亚将士以后 和弥赛亚再来 也就是耶稣降生以前 耶稣降生以后 恩典的时代 那么就是教会的时代 然后到耶稣再来 三个阶段 OK 那么呢 那么伊斯利历史呢 我们说呢 是相当的科学性 我们平常的历史啊 你学 我们学中国的历史也好 你讲那个 几朝几代啊 都是讲的 这个文王将相 是吧 讲一些适当 设计一些生产 偶尔会提到一些 这个斯大发明 是吧 但是伊斯利历史啊 他这个历史啊 他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告诉你 这个宇宙怎么来了 寄出神到天地 OK 那么神的灵运行在水上 神说有光就有了光 神说有水就有宇宙水 是吧 那么他这个任何的历史 也离不开人 OK 整个的历史 实际上是人和自然 和神之间的关系 那么 这个创世纪 第一章 第二十六 二十七节 就告诉你 那神 按照自己的形象 和样式来造人 而且是造男造女 OK 然后把这个管理权 赋予人类 对不对 所以他把这个 整个社会的管理体系 人怎么来的 给告诉你呢 那么人性 人性 人的罪性 人的本质 东西告诉你 那么神 人进了伊甸园 OK 然后七处的 这个神造的人 是没有这个灵性的 然后呢 从鼻孔里 吹了灵气 然后才成了 有灵的活人 对不对 那么这个有灵的活人 又犯了罪 就把这个罪 传到了全身 他解释了 整个人类 人类社会 面对的问题的根源 这个我想大家知道 所以圣经 他要讲的什么 他要把这些东西 最根本的 最核心的东西 全要告诉你 如果你读了圣经 你不了解这个 世界上都没有 真正了解 圣经的本意 所以呢 圣经不仅仅是 我们是这个宗教信仰 是吧 圣经真正是百科全书 百科全书的百科全书 圣经它是我们的根本 有一个牧师就是说 圣经呢 会画非常宝贵 那把一些珍贵的不画呢 有依据 能够完全活出来 也是很好的了 对 我说圣经呢 他这个 以色列这个人的历史呢 他为什么 他是样板呢 他兼顾了这个 他是一个 这个历史 有神话 那我们讲历史的时候 都是讲这个什么人啊 什么事 什么地点 什么条件 然后怎么个变化过程 讲这些战争 讲一些战争 讲那些什么事情 发生一些什么生产 这些工作 而以色列中 他整个的从前到后 一直从创世 一直到起数 整个的 他是神话的 那个每一步 都有神的带领 每一步都有神的掌管 那么最后 耶稣啊 他要审判 他要这个 从神那里 降下一个 新的耶路撒冷了 也就是新天新地 那在这个新天经济里 他又规定了 那里面 吃的什么 那里面用的什么 那么谁能够进去 谁不能进去 怎么生活的 他都有关系 所以历史 这个以色列这个历史呢 他有历史性 有现实性 还有非常好的前展性 他是一个 这个时间空间 整个社会 这个整个这个 这个历史当中 人物 这个和神 这个人和人 社会各个方面 相互关系 都有非常详尽的描述 都是详尽的描述 所以呢 他这个 以色列人的历史 他是和人类学 和社会学 是相互融合的 那不说 不单纯谈人类学 也不单纯谈社会学 而是把神学 人类学 和社会学 它是融合的 他把这个历史科学 跟意见融合的 所以等我们学这个 这个 这个 学这个圣经的时候 那圣经想告诉我们的东西 是实在是太多 所以任何人 都需要读圣经 任何人 都可以研究圣经 对不对 那么圣经 他的乐趣是无穷的 乐趣的 我非常感恩 我有机会 能够更多的 这个学习圣经 体会圣经 讲圣经 给大家分享圣经 对不对 那么 以色列人呢 他的历史呢 是人类历史的样板 那很难再找到一个国家 他们的历史 这么完整 这么准确 并且有科学性 又神性 那么 把整个人类的未来 什么的 都给你有描述 你看看我们中国的历史 都是讲了过去的事情 并且是党性的 什么之后 对不对 很多东西是这个 而以色列的历史 它是固定的 写好了的 就在这圣经里面 OK 圣经里面 就是描述的是以色列的历史 就描述的历史 也是以色列的历史 最宝贵的部分 最宝贵的部分 那么呢 那以色列的历史呢 它已经推广到了 人类史和世界史的 这个高度 我相信呢 这个除了这个旧约和新约以外 OK 那么整个以色列人 他们的历史 已经成为我们现在的人类史 和世界史的 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么整个人类历史 缺了这个以色列的历史 我们真是空洞 很多东西是空洞 好不好 对不对 也没有太多人感兴趣 但是以色列的历史 我们就可以悟出 我们整个人类 整个命运 那么每天的生活 对这些道理的 对这些道理的 好不好 那么呢 那么今天呢 我就把这个 这个神的选民 以色列的历史 是人类历史的样板 和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把这个圣经 要告诉我们 这个 到底讲什么 这部分重要内容 给大家分享完了 希望你喜欢 然后呢 把这份内容的视频呢 转发给你的分享 给你的家人 朋友 同学 同事 然后呢 把你呢 分成到你不同的群里 不管是 这个微信 还是WhatsApp 还是Telegram 各种电报 各种各样的 那么希望更多的人 能够了解圣经 认识神 然后呢 认识到 这个圣经 到底讲的什么 那么今天呢 就是把这个 神的选民 以色列人的历史 是人类历史的 样板和重要部分 好 谢谢大家 我们再见 下次见